欢迎大家收看我们58汽车 我是58汽车的编辑老卢 我面前这台就是DS9 刚刚上市了一个法式的豪华的轿车 它是一个中型车 然后我来带你们看一下它的内饰 首先在门板这里就有非常多的这种菱形的体现 这是DS很喜欢的一个元素 充斥在整个的车内 来包括你看这边的中控台 然后座椅的表面 这些都是这种很有法式浪漫主义的这么一个设计 它的灵感是来自于这个卢浮宫前面的这个玻璃金字塔 来我带你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车内的表现 首先是这个平底式的方向盘 很运动 而且两边都有这个换挡波片 这里的波轮手感也是非常的不错 来我们把它通一下电 可以看到这儿配备了一个12.3英寸的全液经济表 而且它可以显示 基于高德的这个全全时的路况 然后你们看旁边的这些这个界面也是很有设计感很有仪式感的这么一个动画 然后右边同样是一个12.3英寸的中控屏 而且你切换其他的功能就按一下就可以了 它并没有一个很基础的这么一个界面 其实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它的一个主界面了 它不是像我们手机这种常规的操作方式 当然这里还有这个旋转的仪表 抱歉啊 旋转的这个BRM的这个中表 是F1几时器的同款供应商 然后这里很有意思的是1234分别对应的是左右四个车门玻璃的升降系统 法式的浪漫吧 法式的一些好玩的设计 好前排的内容就是这样 我来带你们看一下后排 好来到后排 其实这个车作为一个中型的偏大的这么一个轿车 整体的空间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你看它有一个很柔软很宽大的座椅 而且这里还有这种专门加强腿部支撑的设计 然后这里两个空调出风口 独立的操控这个风量以及温度 这是一个三区的独立空调 底下有两个USB接口 然后这里的地板也是稍微有一点凸起吧 但是整体前后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然后座椅坐上去也是十分的舒服 然后它左边车门上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氛围灯 整体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法式的豪华还在 而且这个车开起来的舒适性 包括乘坐的舒适性都是挺不错的 符合这个二十多万三十万这么一个价位的一个车型的一个表现 好了 内饰的部分咱们就先到这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